作为钢琴家 朗朗如今可以说是越来越掉价了 现在一看到他 最先想到的就是六个核桃 六个核桃 六个核桃 婚后几年 夫妻俩不仅参加各种综艺节目等娱乐活动 而且据不完全统计 在2022年 朗朗就曾代言了奶粉 汽车 奶酪等多个品牌 他与某猫超舍等大品牌展开合作 近日 朗朗夫妇又花275万代言一日游 原因是某痴迷的一品牌官宣 钢琴家朗朗吉娜夫妻为全球品牌代言人 结果仅一听就宣布取消合同 对此外界纷纷猜测 难道是夫妻俩也做了什么劣迹事件 才会被品牌方开除 不过很快品牌官方回应 取消是因为合同条款发生了变更 只是暂时取消 但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与朗朗夫妇合作 光275万的代言费 就占了品牌股份2022年前三季度净利润的27% 不过不管合作是真是假 代言是否中止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 现在的朗朗早已经疏远了高雅 贴近了金钱 甚至对此还有网友表示 朗朗算不上是钢琴家 只能说是匠人 他没有流传于是的作品 与刘亦菲口中弹棉花的没有什么区别 弹钢琴和弹棉花的 对我都没有太大的对应 当年刘亦菲朗朗传出绯闻 然而朗朗夫妻却压根看不上戏子刘亦菲 甚至扬言要找皇家公主做儿媳 之后刘亦菲也在采访中机智回应 你觉得可能吗 况且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朗朗是谁 之前出了以后 我知道他是国宝级的一个钢琴家 但我觉得这并不是我选男朋友的标准 弹钢琴和弹棉花的 对我都没有太大的对应 简单的一个比喻 就狠狠打脸了朗朗父亲 钢琴王子朗朗的复兴情史 他们家的门槛到底有多难进 2008年 此剧总裁助理工作的 龚金亮进入演艺圈 出演电影《非诚勿扰》中的性感秘书 自此魔鬼身材和天使面孔 成了他的标签 已时的朗朗已经名声大噪 在一次聚会上对身姿曼妙的 龚金亮一见钟情 在他的猛烈攻势下 两人展开了长达四年的密恋 只是这期间 即使多次机密外出被媒体拍到 但两人都时刻否认 而朗朗父母的则二戏标准也很明确 不但要书香门第 学历还不能低于研究生 或于父母的压力 两人只能选择分手 从此再无交集 直到五年后 朗朗遇到了 视自己为偶像的小名为Gina 吉娜身材丰满名校毕业 会五国语言 在音乐方面小有成就 十分符合狼家的儿媳条件 为了讨好公婆 吉娜不仅学会了做饭 以及中国的社交礼仪 甚至还操的一口标准东北话 只是虽然吉娜硬件条件很完美 但狼爸再见到她后 还是勘战了一系列的查问 询问吉娜的鼻子是不是整过的 杀得吉娜连忙捏自己鼻梁 已是成天然 如果真是整容 恐怕难过此关 2019年 狼狼和吉娜在法尔赛宫举行了豪华的婚礼 而狼狼删除的九张婚纱照 更是令全网惊讶 网友纷纷感慨吉娜太美了 从那以后 疯腰撬臀 得含混血 还比狼狼小十二岁 同是钢琴家的完美娇妻吉娜 进入了大众视野 只是谁都不会想到 婚后狼狼的风评却急转直下 就连人民日报都点名批评 从人人敬仰到观众员崩坏 大众对于狼狼的印象 似乎从她结婚之后就发生了巨大改变 网友们也渐渐发现 原来吉娜不是高高在上的女神 她的目标也不在钢琴上 而是一心想着出道 六月份刚宣布婚讯 十月份两人就在某综艺中大小恩爱 节目中 吉娜化身黏肤狂魔 整天都想跟着老公黏在一起 动不动就来个轻轻贴贴 身上作为丈夫的朗朗都不好意思 但吉娜却不以为然 直言 我不亲 我就吻你的味儿 为了保持风药的曼妙身材 吉娜更是非常自律 当然 又一部分来自于朗朗的监督和严格要求 丈夫对自己的身材很满意 很痴迷 也让吉娜非常开心和自信 甚至还在节目中 向观众展示反手摸肚脐 但秀得多了 难免会翻车 吉娜官宣怀孕后 两人参加品牌活动 朗朗依旧骄傲地向大家炫耀 吉娜的腰基本没变粗 不仔细看都看不出她怀孕了 作为公众人物大肆宣扬激行审美 更是赢得人民日报出面批评 这次朗朗吉娜可算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最后两人也低调了许多 只是在采访中 朗朗还是会特意叫区 撑 本来没想让大家太多关注吉娜的腰 自己就是被黑了 不过不管怎么样 以上这些事情也终归只是小打小闹 而让朗朗吉娜真正陷入风波的 还是今年四月份 为英国一家学校捐赠数百架钢琴的事件 此举直接引发了网友的不满 大家纷纷表示 英国削减预算和你有什么关系 国内有一大批上不起学的孩子呢 你怎么不去帮助一下 其实这么多年 朗朗前前后后加起来 也给国内学校捐赠了近一千四百架钢琴 但他在国内捞金无数 却转投给首屈一指的发达国家捐钢琴 难免让人心里不舒服 不过话说回来 钱都是他自己赚的 怎么话 也是他自己的选择 但不管怎么样 唯一肯定的是 作为钢琴家 在他以艺人的身份上综艺 拍广告捞金的同时 他就要做好损失口碑的后果